另外又發生了採茶車的翻覆意外 今天清晨一輛載有八名採茶工的貨車 在行進南投新營的新中橫公路的時候 疑似爬上了陡坡失敗 當場失控翻覆 車上的八名工人被拋出車外 一名七十七歲的老婦人傷重不治 另外七名採茶工也分別受到了輕重傷 受傷的女工被緊急送醫 全身多處挫傷骨折 還有好幾名傷者接著送來 全都是採茶女工 雖然緊急救治 不過七十七歲的陽性婦人 還是傷勢過重 毀定法術 病人送到我們醫院的時候 已經差不多大概四個小時 那來的時候是沒有心跳 沒有呼吸 血壓也量不到 然後全身是冰冷 回到事發現場 肇事的貨車翻落山谷 衝撞力道之大 讓當時坐在車斗的八名採茶 女工全被甩出 慶神這部貨車 行進南投信義的新中橫公路 經過神木村一百十公里 一處產業道路時 疑似車子要爬上陡坡卻失敗 翻路近十米深的邊坡 這條產業道路坡路超過二十度 加上只有一個車身寬 路況並不好 不少當地的茶農 為了節省人工會以一天不到一千塊的代價找工人 因為辛苦加上風險高 每道採茶季嚴重缺工 也甘願冒險 吹工嚴重量採茶公高齡化 廠農為了壓低人力成本 也挺而走險 警方表示 依照規定小貨車的車斗不能載人 將會不定時加強取締 避免意外再發生 吉爾尼健身賴士杰 南投報道